今天表妹就来了香港 我就用回103.4 叫表妹去沙滩那里 拍一些美女照片 给大家看一下 好 表妹 大家好 我是表妹雪晴 大家好 我今天来香港游玩 我们今天去了沙滩 穿了比较性感的比基尼 拍照 是 表妹 辛苦了 拍了一天咯 刚好第一次来深圳玩 当游玩 不要不要再说那么多了 好紧张啦 我们要看表妹的表现了 好不好 好的 OK 点灯 "'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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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今次介绍103.4 特意找美女表妹和我们试一下镜子 究竟看看镜子的效果是怎样的 想当年这支镜子是1975至1998年生产 就说拍照古巴对面的海岸 究竟美国佬拍照究竟发生什么事 就做了这支A泡出来 说穿透力就非常之高 今次就对了 就去海滩那里 模拟那个环境 看看穿透力有多高 去看表妹游泳的姿态 看看穿透力有多高 我们就 好了 我们逐一张上去看看 OK 那就看第一张先 OK 我们逐一张看 我觉得拍出来的画面 我们放大一张上去看看 其实这支镜子 就不是说好像新的APO 那么Sharp 可能都是第一支APO 拍出来 反而觉得皮肤的质感是很柔和的 你会见到太阳晒下来 皮肤的质感很Sharp 不会像现代那些R镜子的APO 是Sharp到戒眼的感觉 我又觉得这样拍女的OK 好 看回这张 你看到皮肤的质感是可以拍到的 连小小的毛孔都会看到的 这些位置都会看到的 但是就不会说很锐利 每一样东西都可以看到的 我觉得这支镜子的特色 就很适合用来拍人像和拍女生的 这次就是用了一部Z72 加上这支镜子 我下了个天宫自动对焦孔去做 因为说真的 1803.4要我手动对焦 还要对着表妹那么好身材去拍 我都觉得有点手震 就靠现代科技去对焦点 就靠现代科技去对焦点 令到它的对焦点 exactly 这样对焦点准一准 去拍是非常之方便 我觉得是令到镜子的质素都会提升 因为有时我觉得 把镜子不确定或是被焦点 不是因为镜子有问题 因为我们真的手动对焦的时候 真的对不了 我宁愿利用这个科技 要么就是Sony 要么就是Nikon 去对焦点 利用天宫折环 好 我们来看看 它的色彩还原是很自然的 就不会说是很厌厉的那一只 我觉得这支镜子是淡色一点的 比起现代的APO镜子 是真的淡色一点的 但是淡色得来就很自然的 你看到皮肤的质感是很自然的 好 那你看一下这一张 那这一张呢 当然啦 我这一张 前面这一张就没收拾过的 所以那个颜色啊 所有的东西都很自然的 这一张我就加了少少黄色下去 那就模仪回那个日落那种环境 但是呢 你看到呢 所有的水珠啊 质感啊 散景啊 180压缩回来的那个 背景都不错的 虽然它是3.4缸而已 但是180去到这些那么长焦距呢 压缩感真的非常之好 你会见到其实 每条头发丝都看到的 只不过真的 刚才都说了 没有好像sharp得那么厉害的 这种感觉是很柔和的那种感觉来的 那所以拍女仔真的非常之好啊 还有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立体感都挺高的 那说立体感呢 这张照片呢 我觉得是 非常之好 表现得 你见到后面那个背景 和前面那个分离感呢 是非常之高的 那但是这张照片真的 追焦的时候真的追不到 那所以不是说太sharp的这张照片 你会见到呢 那个颜色呢 更加柔和 还有呢 那个主体更加突出啊 还有那个皮肤的质感呢 会更加漂亮啊 那究竟是怎样去拍的呢 那其实呢 那有支漂亮镜啦 有这么漂亮的阳光啦 那其实我们呢 就用了一块很大的油光板 那由上面一些很硬的阳光呢 就隔了它 将一块油光板呢 就隔了一些阳光 就射回去那个人的皮肤那里 你就会拍到一张呢 那么柔和而且那么漂亮的照片的了 那其实呢 拍电影呢 都差不多是这样的道理的 你会见到呢 拍电影的时候呢 有些很大块的油光板呢 用些吊车 用些吊机车 吊着一块油光板在上面 隔着阳光 很大范围的油光呢 就会落到主角的身上了 那见到主角呢 前面呢 就会低了 低了几级啦 那后面就会干燥的 那他们怎么做呢 就是打灯了 打灯光下去那个人那里 那就可以去平衡那个人 所以呢 就会做到一些很漂亮的效果 这点解我们看电影 又不会说很硬啊 那些光啊 其实是真的做现场光出来 而去遮阻太阳的 那这张照片呢 大概都是这样的概念去拍了 那所以呢 你会见到呢 那个前面那个位呢 哇 皮肤的质感很漂亮 很突出啊 还有后面的海滩呢 是非常非常之漂亮的 那种颜色是 那你说我没有撿过那张照片呢 少少我都会撿的 但是就不会说撿得太夸张那种感觉了 OK 好了 看一支镜的表现了 那表妹就眼小小了 真是东方人的眼仔 那你会见到皮肤的质感啊 所有的 那个头发啊 嘴唇啊那些呢 都不会说很浓郁的颜色 我觉得呢 这些镜呢 都真的好适合呢 跟女仔去拍照啊 还有呢 不要想着 180会比较软一点 但是呢 你去到一些海滩啊 大范围啊 你就会感觉到呢 那个压缩感呢 给到你呢 不是一些50啊 或者是90会给到你那种感觉的 这张照呢 我就非常之喜欢啦 表妹呢 真的笑得非常之漂亮啊 还有呢 她那件泳衣呢 白色泳衣呢 配上去夏天那种感觉呢 又零色不同的 我觉得是 女仔穿白色泳衣呢 真的非常之漂亮啊 你看到 看回这张照啦 哇 真是非常之美女啊 我觉得啊 不是说表妹很美女啊 我觉得是我应用这支镜 拍得很漂亮啊 那你会见到呢 那种感觉呢 咦 好日系这样啊 那当然啦 我们亚洲人 穿比肩尼泳衣 那就 有一个19岁表妹 当然我会拍得日系少少啦 大家都会看到那种感觉 咦 为什么好像 日本写真那些 那样的 颜色那样的呢 那其实都是那句啦 你加上油光板 你就会做到这一样东西的啦 当然啦 好的阳光是一定要有啦 好 那我们继续看啦 那这张都会比较浅色一点 好 那我就 对啦 那看回 那这支镜子 看看那个分析力 会是怎样样的 那 那便会被背脊啦 那便坐到那些沙了 你都会见到呢 一粒粒沙呢 都会在那里 你会 你都会见到这一样东西的 那其实 呃 它是soft一点啦 但是 看到的东西呢 都会几多一下的 那 那其实呢 有那句说那句啦 那这支镜子呢 是有纸边的 我会见到 那在那个 白色的底那里呢 会见到的纸边呢 都挺严重的 我觉得一支 A-Pro来说是 那 但是 你要想一下 那这个价钱都是几千元而已 这支镜子 那 还有它是第一支的A-Pro镜子 那当然 那个科技 和现在呢 相比来说呢 可能都是有一些的相差啦 那 那 我买镜子都很老实的 就是不会说 那这支镜子 试出来是真的有纸边哦 那 那就和大家去说吧 对不对 ok 好 那就看回其他啦 那这一张照呢 就在树底那里拍的 那你见到它那个 吸光能力呢 都挺高下 还有呢 我都走得的 挺软下 那 那和阿表妹去拍个半身照啦 那 其实都是 看回一些散景啊 看回一些立体感啊 这支镜子 我觉得几千元 你带去沙滩影 又晒又吹着海风 或者又有沙的 那我觉得都很ok的啦 你不会说 带一支 几万元的镜子 这样去操用的嘛 有时 虽然我都 我都 即是幻想 如果我有一支 几万元的镜子 带去沙滩这样 那样 可能都不会拍得 好像现在这一支那样 那样 那么放啊 或者那么放心啊 放在这里啊 还有走来走去啊 还有贴着那些水面 我都会是这样去拍啊 那这一样东西呢 我就用得都挺放心的 好 那这一张相呢 更加呢 会看到呢 它的那个立体感呢 是更高啊 你会见到呢 那个人的分离感啊 和背景的分离感呢 是做得很好啊 那 刚才都说了 不是说那些51.0啊 或者那些92啊 可以做到这一样东西 压缩感呢 是一支180 和50 或者90 是不同的 因为呢 把背景呢 拉了来的那种感觉呢 一定是一支Terry呢 才会做到这一样东西的 OK 好了 看了那么多一张照片 是不是觉得呢 这一支镜呢 会比较合适呢 在夏天呢 出去和美女拍照呢 因为呢 其实它又不是说很重的 只有750克的而已 那么 落到Z72 加上自动对焦环呢 我托着镜呢 它对得都非常之快的 那大家如果你说 一八零手动 对于自己来说 是有对焦困难的 当然我们要靠这些 自动对焦环去做了 那今次分享到这里为止了 多谢大家收看了 拜拜 by bwd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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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